美国电影《标实令》里 女主角重伤变了植物人 她躺在医院时被淫狼性侵 电影里面这一幕竟然发生在现实当中 美国阿利桑拿州一个女植物人 在疗养院睡了14年 期间她遭到性侵 在去年12月29日生了一个小孩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没有人知道受害人逃避 直到她快生得的时候才被揭发 受害人早年因为预历变成静物人 她家人送到哈仙大疗养院 由医护人员24小时全天候照顾 想不到发生这样悲剧 警方接报后展开调查 随着婴儿的DNA追查严犯身份 但仍未确定是外来人员 还是医护中心的职员 唉 为何这一幕没有出现现实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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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